9月9日 美國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總商會 在聖蓋博喜萊登酒店隆重舉行創會慶典 美國國會員趙美新、加州眾議員方樹強、加州前主記長江俊輝 和加州前眾議員吳國慶等500多位嘉賓到場祝賀 加州財務長馬世雲、加州參議員蘇珊·羅比奧 和洛縣憲政委員蘇利斯等發來了賀涵 美國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總商會創會會長林達堅在致辭中表示 美國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總商會是一個50、專業、國際化的頂級精英商會 總商會的宗旨是擴大商業機會、訂立商業運作方案 促進美國經濟繁榮、提升國際競爭力 我們目前已經有一百多位會員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千個會員 那這個會員我們帶領他跟政府、民選官員 能夠爭取好的政策 好的政策讓我們的商家有一個好的營商的環境 好的出口的機會、產品、國際化 所以我們著重減稅、安全以及我們的民生生活 包括我們怎麼樣讓他這個美國的產品出口到全世界更加有競爭力 使我們的美國的經濟繁榮做大做強 同時我們結合越港澳大灣區的企業能夠透過交流、透過合作 我們覺得這是重要的一環 透過合作、交流才能夠達成世界健康的經濟 在趙美新的監視下 總商會行政團隊宣誓就職 美國、越港澳大灣區企業家總商會的主要幹部 包括創會會長林達堅、資深副會長馬克利、副會長洛克斯章 及老劉、秘書長艾倫潘、財務長傑菲黃、副秘書長克里斯劉、總監洛伊斯、盧、 方樹強、江俊輝和吳國慶等也先後致辭 祝賀美國、越港澳大灣區企業家總商會正式運作 並期待商會在本地經濟的發展和加州經濟的復甦方面 發揮出作用、做出貢獻 出席大網活動的民選官員 還有蒙特利公園市首位華裔女市長陳·李婉若 盛蓋博士市長丁延宇和市議員吳成遠 蒙特利公園市市長羅佩婷、河桃市市長吳立倫、 亞凱迪亞市市議員戴守珍、鑽石壩市副市長周伯華等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會主席林建新 以及張素九、馬樹榮、蔡春華、陳惠碧、林感花、陸強、 李斌、張國興、雄文盛、陸強、蔡惠玲、張自豪、 方傑周、張鐵劉、葉松春、林蓮蓮、林日生、 江鳳年、北澳、周剛、王長盛、余青等各界人士 到場祝賀 慶典節目也十分精彩 中國著名歌星李琳、流行歌手江瑪瑞琳、 中國星光大道年度冠軍、曼蘇伊利奇、央金拉摩、 南加州知名歌手尹贺天、藝術家何樹凤 以及引領時尚的進口服飾公司 Coco Collocation賺著的服裝秀 都贏得了現場嘉賓的盒彩 華夏電臺記者、盛改博士採訪報導